從我車禍到我回到網球場的這段時間 我都沒有忘記過網球 因為我很喜歡網球 從內心非常的熱愛他 我也想說我要再拼拼看曾經想過的夢想 國中開始接觸網球 那時候很瘋狂 那時候就幾乎你要找我就是去球場 進到大學大學之後 有打到全國遺囑的冠軍然後跟連霸 那時候其實有攔起說 我想要參加一些國手選拔的比賽 才在做這些規劃而已 就車禍了 出車屋的時候是剛進去念研究所 我是給人家載 有一台自小客車轉過來 飛出去 然後空中轉一圈落地就三圈半 想要爬起來的時候就發現 兩隻手都不理我 因為那時候根本不懂什麼叫脊椎損傷 後面檢查的時候才發現頸椎已經來不及了 我就有連續問三個長根的醫生 我就問他說我車禍顯示網球選手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再回到網球場 其實三個醫生回答都一樣 你連站都不可能的 你只能放棄你的網球 那時候其實還沒有什麼感覺 會覺得說醫生你在跟我開玩笑 然後是到半年後開始絕望 就覺得說已經不能打球了 又要坐輪椅 感覺也不知道以後能幹嘛 所以那時候心情就盪到谷底 受傷之後我就把跟外界所有聯絡 自己把它阻斷掉 我就是自己一個躲在家裡面 那時候我媽她就有一天 中午要吃飯 她也不買回來 她就跟我說我們去外面吃 然後就也沒力氣反抗 就這樣子被推到自助餐 有一次我們親戚結婚 我媽就 說要帶我去吃喜酒 我剛開始也是拒絕 到後面 她也是把我拌去 就故意把它推 推去吃東西 找朋友來 找朋友來帶她去玩 就這樣走過來 就這樣走過來 好 推久了就 習慣就比較轉換過來 既然做輪椅兒 哭也是一天 笑也是一天 以後總要有辦法活下去 我一直在想辦法讓自己能回網球場 找了五年 終於找到輪椅網球 我受傷後其實只有跟大業大學的老師有在聯絡 學會基本的打輪椅網球 然後就問老師說 我想要打輪椅網球 老師你可不可以帶我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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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點都沒有想到她會繼續再打網球 後來知道說她還是熱衷她最喜歡的網球效果 她自己站起來讓我很感動 我第一次剛回去跟教練練輪椅網球的時候 她說輪椅網球在台灣應該比較少人從事 歐美的資料會比較多 然後我已經請我美國的朋友幫我找輪椅網球的資料 然後她也要開始摸索 跟教練這樣子一步一步慢慢在抓 抓那個輪椅網球的技巧 一慢慢這樣抓上來 從功能很差 然後就開始一直慢慢練慢慢練慢慢進步慢慢進步 我所參加的組別是跨的組 是部分男全部混在一起打 在我前面排名的這些選手裡面目前都是男生 在我前面排名的這些選手裡面目前都是男生 我世界單打排名是曾經到第14名 如果要去打2020東京帕運還是要拼到世界前12名內 我車禍前本來就有一個國手夢 因為車禍這個夢碎了 又因為輪椅網球當選國手 現在可能我會是第一個跨的女生上奧運場 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永遠處罪 你要想辦法去逆轉困境 上帝把你關了一上門 他一定會再幫你開一上窗 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永遠處罪 人的一生也不可能 尊重 人的一生也不可能 今天進行 人的一生也不可能 在這次半天 人的一生也不可能 最初是一生他們的一生 人的一生